周圍都有樹林,愛過同樣緯度的格陵蘭 和這裡比,簡直就是兩個世界 他們夏天只有兩、三度 有的是冰天雪地、北極紅和海漲 在樹林最北的地方 假如我們加換了位置 得不到彎流的好處,那就麻煩了 好像氣候變化會影響彎流 是,他討論過會不會出現平衡 那些海洋學家說,最少還會維持一百年 是呀,希望他們說得對 環流為歐洲這個極北地區帶來溫暖 所以能夠繁衍的不只是高山植物 莫克維德收集中一些比較熟悉的植物 主要來自當地的花園 從中可以看到挪威北部園藝獨特的一面 這些都是挪威北部綠色的文化遺產 是幾百年來的老太太 在他們的花園所種的植物 這些顏色很奇特,好像金黃色的紐扣 是呀,五十年前挪威全國各地的花園都有種的 現在除了在這裡,其他地方都找不到 為甚麼會沒有了? 因為它都算是野草 野草? 是呀,野草 所以我想被人清除了 都是野草 所以現在這裡保存的 相信是全挪威唯一保留下來的毛巾 在這樣的氣候,種花養草一定是非常困難的 其他國家的人以為在地球這麼北的地方 寸草不生 我初來的時候都是這樣想 後來發覺這裡的花不僅大朵 是呀 還很漂亮 所以我想在這類地區 有些東西不知道能否種到 那些人就會想 我想試一下這種植物,試一下那種植物 我對植物公園興趣不算很濃厚 不過將植物放回日本圍 讓它在天然生境成長 特別是這麼極端的地方 又的確很有啟發性 在距離起點這麼遠的地方 結束這段旅程實在很恰當 如果再進一步 花園可能會是一個虛幻的概念 我上來特朗姆斯城岸這個山 是想讓自己稍微抽離 容許自己的思緒沉澱 因為下面那個 就是北極圈內200英里的城市 而後面的就是午夜的太陽 午夜的強光 來自那個正在越過北極的太陽 再遠一點就什麼都沒有 再沒有花園 也不會有人居住 一年到晚多數都是冰天雪地 旅程開始的時候 我思考的是 花園怎樣為歷史服務 花園絕對可以以活生生的方式 展示過去 因為它不是建築物 不是一幅畫 它的成分是不斷轉變 不過看過幾個花園之後 我開始明白到 無論有怎樣的歷史 人為的因素有多強 北歐花園的形態 始終都是視乎有光 還是沒有光 北歐花園怎樣去刁塑 反射 利用 或者玩弄它所有的光 那種創意 才是這麼多年來 觀察始終的共通點 來到這裡 夏天是24小時的日照 相反 冬天就是長期的黑暗 可以說 將歐洲對光的沉迷 推到極限 前面再沒有路走 來自探索 想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